齊鶴古斯文 不用等 立即看 就是你 好 大家好 又是齊鶴古斯文 古文篇的時間 今天 又跟大家介紹一篇 耳熟能詳 可能在家科書上 讀過的一篇古文 就是 公智珍 病媒管記 公智珍這個人 大家都 相當相當認識 就是 清朝 一個 詩人 文人 相當出名 所以 他看我 不會介紹太多了 因為 公智珍的名字 大家 和這篇文字 可能大家 除了藝術能詳之外 除了藝術能詳之外 甚至很多的作品裏面 都會 看到 公智珍的身影 我舉個例子 譬如 北區一格幹人才 或者 化作 充泥 金湖花 這些 都是公智珍很出名的詩句 名句 但是 出現在其他的 教科書書 文章 教科書書的文章 可以見 公智珍的三個字 以及他的東西 在我們 小時候 讀書的時候 的影響力 其實是相當相當大的 好了 說回了 今天我們說這個 病媒管記 篇幅就 沒有上次 固然沒有廉恥那麼長 幾段而已 我們一齊看看這篇文大概講些什麼 還有給了一些讀完會有什麼想法 江陵之龍喚,農村之鄧蔚,韓州之西溪皆產媒 原來梅這東西在公子珍那個年代來講 南京蘇州那一帶 南京的清涼山,蘇州的鄧蔚山 韓州西溪都是循名產媒的地方 當時傳統來講梅蘭谷竹 四個是中國很經典的象徵 日文化,人格,正直等等 當時梅是一個應該怎樣的形象呢 之後的日文字這樣說 畫藥,梅耳曲為美,直則無知,以麒為美,正則無景 梅耳梭為美,物則無態 梅呢? 原來梅呢? 梅呢? 梅呢? 好像當時 critique棒的樣子 竟然牽魚蛋 好像裝香一樣,直到一向就不方好看 還有呢? 在当时的观念来说梅就应该是很疏地生的 弯弯弯弯而不是闻得好像森林那样 就像我们买花一扎花那么多枝一扎买 如果梅来说在当时来说不好看的 所以当时人其实都知道这些标准 实际似闻人画士心知其异 这个知是通假的 未可明照大号以醒天下之梅也 原来闻人画士即是闻人画家当时都知道这个标准 反而不会大大声地叫出来 这是一个梅的标准 又不可是天下之梅 著迟生物坐正 以妖梅病梅为热 以求钱也 于是当时有些很奇怪的现象 原来有什么奇怪的现象就是猛去搞那支梅 为何要搞那支梅呢 卖钱 就用这些病梅啊 腰折了的梅呢 去卖钱 所以梅之梯 之梭之曲 又非 这些蠢蠢求钱之梅 能以其智力为也呢 原来当时这些 当然了 卖钱人 心里只用一个钱字 怎会知道这么多 煤的标准啊 应该是 怎样背后的原因等等 卖钱人 是不会知道 因为眼睛只用钱 我们继续吧 有以文人画事 孤僻之隐 明告玉梅者 着其正 仰其旁条 生其蜜 腰其智 坐其直 压其身器 以求 重架 而肝折 之梅 皆病 文人画事之禍 之列 是此在 那当时呢 文人画事呢 就是 就是 因为有铺这样的人呢 就说给些 卖梅的 肉梅 就是卖梅 就要 就是 将它 梅本来生长的面貌呢 就要扭曲它 令到它 就好像 就来死的 所谓的病梅呢 那 才买一个 好的价钱 那当时 所谓的肝折来说 都是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风气 对吧 那于是 公子珍呢 就怎样呢 呢 决定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 愚求三百盘 皆病者 无一元者 就是 买三个盘回来 都是看无缘书的了 对吧 那于是见到 这样的样子 既一知三日 就哭了 就觉得很可憐 对吧 按折袋就出 乃世了之 众之 送之 为其盘 色埋于地 解其 中薄 以五年为其 必 伏之 传之 那于是 那三百盘 公子珍 怎样做呢 要医回它 怎样医呢 就是 由得它生 自然地生 当玫瑰大自然 打烂了盘 埋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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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自然解其 中薄 那些绳子 触波就自然没有了 以五年为其 那应该五年 按道理 就会生英俊 公子珍 讲得明白 这样做 一定被人明白 于本非文人画事 今受救例 辟梅之管 以处之 因为公子珍 本身 他自己就觉得 自己不是文人画事 他不怕被人罵 索性开间 叫病梅馆 就是 专收这些病梅 那当然啦 天下间 怎会只三百盘 三百盘的梅 或者几百盘的梅 是不是 所以 最后一定有个感叹 就是 烏夫 安得日 史 雨月多 行日 游多行田 以港处江陵 杭州 苏州之病梅 窮于身之光阴 以尿梅也灾 他都知道的 梅 不会只有江陵 南京 杭州 苏州 一定全天下都有 不要说 一个大地主 就是 宫慈恩 没有大地主 所以 他也不会有那么多 行情日志 虽然他写这篇文的时候 他刚好没得混 但是 如果他有官位在身的话 他哪有那么多时间 去行情日志 去养这些 这么多的梅 也没有那么多去行田 行地方去种 所以 更何况 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 时间光阴 好了 这篇文章 就读完了 大概 就说了这些 很奇怪的 当时 梅 很奇怪的现象 因为当时文童华士 就是 就是 知道 病梅 卖到钱的 所以呢 原原本本 生得靚靚仔仔 靚仔仔的梅呢 靚仔仔的梅 靚仔仔的梅 是什么标准啊 正如第二段说 曲 生得弯弯弯 曲曲 就不直不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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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不像枝枪 冻到直不直的 所以呢 但病梅的标准 正确就是 就不直不脱 生得麻麻麻 就好像 你去买一盏玫瑰 一搭的 梅不是这样的 但是偏偏迈梅的 於是就这样 把风气 弄弯了它 那这种风气 我就想起 N年前 有些议员 参选的时候 有四个字 很动听的 就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 撥乱反症 撥乱反症 出这句口号 光点败名思义加商 应该改善风气 好了 我们看回 龚智珍这篇 龚智珍 就是知道 他想改善风气 但是呢 其实 他是做不到 就是 穷一生之力 恐怕都做不到 这篇文 当然大家都知道 收录了在各地的教科书里面 通常各地的教科书的背景 都会说 但是 当时 百股文 考试考百股文 他收人财 龚智珍觉得这方面 就是 不对的 龚智珍 因为他写这篇文的时候 刚好就是1839年 纪海年 有个诗集 纪海集诗 其实他最多了诗的文 那段时间 刚好 刚才我提到 他没得混的时间 也是那段时间 他就觉得 当时的风气不妥 应该北拘一格 去招揽人才 所以 教科书通常 以他几海集诗的这句说话 就认为 就是 龚智珍 这儿 他是针对百股文 但在我的角度来说 就觉得 他未必针对百股文 他针对整个 时代的风气 不是说只是百股文 甚至乎 在各方面都可能是 世界都好像倒转了 那样 所以呢 我们搬到今天 刚才说回 撥乱反正 应该是 把风气改正 是不是 就好像病患 那样 医治好 是不是 而自己是 不怕被人 不怕被人 吵 和当权的人 就是 的想法是不同的 那既然龚智珍 他这句说 如非文人 或是金秀救利 那说到明 就不会和当权者想法一样的了 那既然是这样 那 说撥乱反正的想法 是否应该和政府的想法 会不同呢 如果不是的 如果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还要说 撥乱反正呢 那既然是这样 龚智珍有独立思想 叫毒 撥乱反正 那 有没有独立思想呢 另外 近段 近段 我们常说 就是我们应该有个 今时今日这个年代 就是请人 一定会有标准的 对吧 最后能力也好 重也好 而近年说到更加重要的 就是要忠诚 的标准 那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然后 这个标准 又对不对 又对不对呢 但 看回这篇文 梅 是应该以曲为美 啊 以倾为美的嘛 那生到直不甩 一色一样的标准 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标准呢 大家得妨呢 读完这篇文 看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 去深思一下